出门之前我还看了天气预报 还有好多其他的APP 都说今天早上的日出呢 不是很乐观 出来之后呢原来还行 虽然最近水气特别的大 空气不特别的透 但是今天的日出还是挺漂亮的 明年的新年愿望呢 就是每天都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日出 日出和日落 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呢 最近这一两个月 尝试拍摄日出比较的多 因为下一期的城市行者呢 我想做一期日出的拍摄教程 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早起的人 平时都是拍摄日落 和夜景比较多一点 然后拍摄了日出之后呢 发现还挺有意思的 每天早其实完全不知道今天将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惊喜的程度来讲呢 比日落要大很多 日落实际上出门的时候 就基本上可以猜到今天将会什么样子 然后天气预报也会相对来讲 要更准确一点 但是日出真的是完全不可预测 我看太阳出来了 光打在建筑上 形成了一个非常迷幻的效果 你别看我拿的这是个咖啡杯 实际上这里边呢 是饮料 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种封年过节 或者是天气特别冷 周末的时候就特别想喝点 这种带气的 得嘞 开始今年的光明正大 糊涂事的一期 先说一个重要的通知 明年开始呢也就是 这一期视频之后 长视频内容呢将只在YouTube和Bilibili上播出了 短视频平台呢将只更新一些短视频内容 主要就是发布一些摄影作品和拍摄的花絮 这其中的原因呢还是挺复杂的 我也是思考这事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吧 才做出这么个决定 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上传速度真的是太慢了 上传一期视频差不多要8到10个小时 中途啊还别出什么岔子 经常是传到一半就出错断了 特别的折磨人 另一方面呢主要还是时间和精力比较的有限 我一个人做这个视频呢 确实没有能力同时照顾到这么多的平台 今年呢我突然意识到 虽然我是在做这个频道 但是呢我确实谈不上是一个全职的自媒体从业者 而且平时呢我自己玩手机也不多 估计看的最多的呢可能是天驱报和地图 这么两个app 平时呢也就是发视频的时候 才打开看看留言什么的 那如果没能回复大家的留言 非常的抱歉 我认为自己啊还是一个摄影师吧 更多的时间都是放在拍摄上 正所谓不是拍摄就是在拍摄的路上 所以减少一些发布的平台呢 至少可以节省出差不多有一天的时间 让我把更多的精力呢可以放在拍摄和制作上 所以从2023年开始 长视频就只发布在YouTube和Bilibili上啊 那这两个平台呢也会是最全面更新内容的一个平台 希望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做这个频道三年了 最开心的是通过这个频道认识了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 虽然还都没见过面吧 但是我相信未来会有机会相见的 对吗 我也通过这个频道收获了很多 也有了更多的新的认知 其实获得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我还记得当时我第一次视频获得一万流量 时候那心情那叫一个激动 YouTube到达了一万粉丝 超级开心 还有就是今年拿到了Bilibili10万粉丝的小电视 有一次我读到一个粉丝给我发来这么长的私信 还有那些默默鼓励我的留言 这些呢都是对我的肯定 也是让我坚持做下去的一个最大理由 感谢大家对我三年来的支持 作为一个普通平凡的摄影师 我努力的在用自己的方式生活和工作下去 是你们让我有了机会在这里发光发热 未来呢我还是会坚持独自来运用这个频道 并且会用一个我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做视频内容 那既然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也会先的接受未来所带来的挑战和改变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感谢 过去的三年里边我制作了大概150个视频内容 其实我都挺满意的 每一期我都是很认真的在做 就算今天去看三年前的视频 当然样子看起来啊有点青涩 视频制作的水准有点一般 但是在内容上我仍然觉得还是很有用的 那这也是我从第一天开始做这个频道的时候 对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如果说不太满意的地方 那就是讨论设备的内容啊稍微有点多了 对于我自己来说呢 确实有点麻了 特别是最近半年我开始对这个设备啊 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那也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呢 相信在前几期视频当中呢 大家也都看到了 就算是我在那些视频当中 稍带手发发牢骚吧 在这个视频的开头呢 细心的小伙伴可能已经看到了 我用的是尼康的相机 没错 我买了一台尼康的D850 其实这是我第二台尼康 在我用佳能的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曾经买过一台尼康 具体的形象我都已经忘了 是第一第二 我也忘了 特别大 最大的那一款 但是呢 这一次购买D850 是我真真正正第一次想要去真心的 用心的去用尼康的相机 不会别的啊 就是觉得想去试试 对不同的品牌和型号呢 能够多一些了解 当然在未来的拍摄的教程当中呢 我也可以提供更多元化的结论了 再者说回来 尼康D850真的是该收藏一下 在今天我认为它依然是单反中的王者 我当年其实好像也挺想买它来的 有点记不清楚了 很惊讶 今天居然这个型号还在售 趁着黑五赶紧拿下一台 就算是圆梦了 你看那小伙伴们 你们好吗 当然这个富士中画符啊 它仍然是在用的 加上这个松下G7 现在呢 我彻底就算是三修了吧 富士X系列 目前还没有让我眼前一辆小升级的这么一个冲动 所以再观望一下吧 其实呢 我真的真的很想要的是富士的X100 所以在使用了这些设备之后呢 我对设备的感触呢 仍然是没有好不好 只有适不适合 所以在明年的这个视频内容规划上呢 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全新的突破 具体能做成什么样啊 我现在只是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景 简单来说就是我希望能够淡化一些设备相关的内容 因为设备这个东西吧 说重要 但其实它也没那么重要 多分享一些拍摄的技巧 多一些追光笔记 来分享我的拍摄过程和经历 当然我仍然会在视频当中提供样片的参数信息 来供大家参考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不会再放相机的机身和镜头了 变化是呢 把它替换为等效焦距的参数 你有发现这个参数啊 还挺重要的 当您在旅游想要去一个地方拍类似的场景的时候 那您一定关心的就是一件事 我带哪个镜头哪个焦段合适 甚至是您在买新设备的时候 您会去想 我想要拍类似的这个画面 我应该买哪个焦距更合适呢 所以我相信等效焦距这个参数呢 会比机身和镜头的型号 对大家来说更有帮助 设备呢 那肯定还是摄影师离不开的家户事儿 虽然我不再分享过多的与设备有关的视频内容了 但是呢 如果您对我当前所使用的设备很感兴趣 您可以到我的网站这个页面 找到一个非常详细的设备列表 从相机镜头到三脚架背包配件 甚至是我后期使用的电脑硬件硬盘 我都给出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型号 还有呢在后边我会付出一个比较简短的评价和我购买的理由 那么这个页面呢您可以收藏或者是经常时不时回来看一看 我呢会经常更新我最近使用的设备 虽然明年我没有太多的购买计划啊 但是我相信还是肯定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的 因为很多设备用这一段时间就觉得哎呀不好用 不太适合我现在或者说将来想要去做的这个事儿 所以呢它就会被替换掉 特别是一些小配件更换的频率呢 就会相对来讲要更高一点 所以您每一次可以回来查看这个列表 我会实时的更新我购买新设备的一个理由 替换掉原来的理由我都会更新在上面 感谢所有购买了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的小伙伴 明年咱们这个课程啊继续 虽然这个介绍里边它写的是十几课程 但是呢只要是我有了新的拍摄的案例 觉得值得做一期内容呢 我就会继续更新下去 那明年呢我大概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了 特别感激您愿意用这样的方法支持我 除了官网和bilibili 其实还有两个很早前开始发售的平台 李之威克和今日头条的专栏 在这两个地方买了的小伙伴 别担心未来的课程也会同步更新的 少不了您的 特别感谢早期就已经开始支持城市行者的小伙伴们 因为这个bilibili它是今年才愿意收录我这套课程 我也是跟他们接洽了很久 所以虽然我不能帮您转到bilibili来收看 但是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为您提供转到官网收看 所以如果您有需要的话 请与我联系 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小伙伴们 特别是这个没用的视频 您还能看到现在 感谢 来个正视点的收尾吧 大家好我是艾迪 一个居住在纽约的旅行摄影师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2023年我们一起玩摄影 拜拜了2022